很多人會相信美國總管有一天的會把中國給滅了 你相不相信沒有人去做做這個民調但是你做做看在台灣一定也會得到全世界全全球第一然後宇宙唯一的調查就是沒有錯 美國一定要反中反倒把中國給滅了把14億人都給滅會用核子彈的去攻擊他們台灣會出現這種聲音的 所以有道理所以中國沒有自己崩潰他們就開始轉而相信美國會消滅中國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開我笑講說 我覺得如果如果人的人的大腦將來會成為商品一個一個去去去販賣台灣人腦袋是最值錢的因為被洗得很乾淨 好啦這個太好笑了啦來來來 我覺得今天看到這一則新聞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們來講第二個第二件事情喔 那麼當然 我想蘋果日報反中這已經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啦因為大家也知道說黎智英在香港啊然後這個反中的 我只是提醒就是說蔡英文政府 當你們現在要去消滅那個對我非常不友善的中天的時候 請你看一看蘋果日報 他反中反到這個樣子 即使黎智英的擔心的自己可能會被限制出境會坐牢 可是蘋果日報在在香港照樣發行啊 每天買的人照樣在地攤上面都可以買得到報紙啊 他有要去消滅蘋果日報嗎沒有啊 那你今天如果你說好我要把蔡英明限制出境我我隨你變 可是你今天要去消滅中國時時報 消滅中中天 請問你你的民主信仰在哪裡 就是萬惡共匪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都敢做 萬惡的民進黨 好嘞 好嘞